咖啡可以說是現代人生活當中 不可或缺的飲品 消費者有時候會看到 特別標示有公平貿易的咖啡 表示這種咖啡豆是以合理的價格 向農民來購買 有環保的生產履歷 價錢稍微貴一點 但是不會剝削地球資源和底層的農民 在咖啡重要產地 哥倫比亞就有越來越多的農民 加入這樣的合作體系 哥倫比亞的內華達山脈 是咖啡豆重要產地 每年採收季節一到 老咖啡農剛薩雷茲 得叫上全家老小一起工作 咖啡樹上節食累累 但他開心不起來 因為每公斤的收購價格 已經跌到1.55歐元 而他的生產成本 每公斤就要1.3歐元 算起來一公斤賺不到台幣10塊錢 附近很多農友 已經放棄種咖啡了 我們全都是咖啡 我們的父母在這個商業 我們有很多咖啡 咖啡期貨價格從2010年的 每磅3美元 去年9月跌破每磅1美元 和台幣只有30出頭 創12年新低 已經達到危機臨界點 面對水資源與氣候變遷等難題 生產成本與風險日益高漲 利潤卻比紙還要薄 但是全球的咖啡消耗量 明明就越來越多 方便 快速 用過很難再回收的咖啡膠囊 有著時髦多變的外觀與口味 但一顆咖啡膠囊的價錢是咖啡農 生產國 在政府干預下 咖啡價格已經略微回升 但仍然不足以讓農民 得到有尊嚴的報酬與生活 也因此中南美與非洲的咖啡產地 越來越多農民成立合作社 投入公平貿易 核心概念是保障收購價格 讓市場劇烈變動時 至少有一張足以覆蓋成本的安全網 安娜塔利亞是哥倫比亞咖啡農合作社 300多個成員中的藝人 她今天帶著兩代元豆到合作社 每公斤賣得1.9歐元 比高薩雷茲傳統的做法多了兩成收入 公平貿易的合作社把會費 回饋為社區發展基金 讓小農自行運用 可以投資基礎建設 蓋社區醫院或者轉型有機 安娜塔利亞去年拿到一筆 核台幣將近2萬的發展金 用其中一部分把住家改造為民宿 發展綠色觀光 增加收入 公平貿易也禁止基因改造 主張節約用水 農民擺脫了價格剝削 可以活得更永續 更穩定 咖啡是公平貿易體制下 最為人熟知的產品 不過像是香蕉 可可 糖 蜂蜜 茶葉 堅果和棉花等等 很多產品也已經引進公平貿易 並且行銷全球各地 讓消費者在購物時 能夠以實際行動支持這個理念 記者 書會中報導